我们现在用这个几个经文 都是讲到神与我们相敬的 诗篇139篇5节 如果给一个主题 其实经文可以讲不同的主题的 但我讲主题 我会希望更多写到神的恩典在里面 可以这样说的 神是常常陪伴我们 提升我们的生命的 可以有这个主题的 神常常陪伴我们 提升我们的生命 诗篇139篇5节 你在我前后围绕我 按手在我身上 这样的知识奇妙 是我不能测的 自告是我不能急的 这个经文是非常美 真的非常的美好 首先有些人会说 在解释圣经说 他会说这是大卫的经历 不是我的经历 我有什么方法可以证明 这个是每个基督徒的经历 不但是大卫的经历 因为这里说 神在我们前后 围绕我 陪伴我们 圣经有没有说呢 圣经很多地方有说的 你们亲近神 这是信耶稣的人 必定有亲近神的 如果没有亲近神的话 他去没有生命 他不是得救的 所以亲近神的 神必定亲近他 当然亲近的程度有不同的 神的亲近的程度也有不同 然后 上面这个经文 约翰福音15章5节 你们是拒绝啊 你们都是拒绝 藏在我里面的 圣基督徒必定在耶稣里面了 如果不去在耶稣里面 就不去拒绝基督徒了 耶稣也必定藏在他里面 所以必定与他同在 这人就多结果子了 他就有生命的改变了 所以这个圣明 这个经文不但去讲到 大卫的经历 而去讲到每个基督徒 都可以有这个经历 就是神在我们前后 纷绕我们 这个是非常美好的 我们想细想 任何的经文 可以用什么讲 都讲了 用相反 相反一个好的方法 例如你讲喜乐 你可以讲 没有喜乐的基督徒 你讲爱心 可以讲没有爱心的基督徒 都很多理解的相反 神在我们前后 纷绕我 相反是什么 没有陪伴 但神不是这样 所以可以用人的力气 有些人说 他们的爸爸是怎么样的 是世中的爸爸 有没有听过那句话 是世中的爸爸 因为他常常去做工 晚上回来很晚 或者是他做完工 还是去很多地方 所以没有回家 所以他们说 他们的爸爸是世中的 看不到的 这样的孩子长大的时候 是失落的 没有爱的 没有照顾的 但我们的神是一位 陪伴我们的神 是他看中我们 他是无所不在 也许 他的这个同在 不是跟无所不在 是有分别的 无所不在 周围都有 神的无所不在 地狱也有 神也在 圣经里面说 硬间就是撒到硬间 神也在那里 所以神是无所不在 但这个是讲到 这个祝福 这是神的本性 是祝福的 神的本性 是陪伴的 这个是他的属性 然后他的恩典 是什么呢 所有他的儿女 他都陪伴 这个 的确是很奇妙 但有些人不相信 因为我现在是 回应有些人的问题 他说我祷告 不能感受到神 没有感觉到神 为什么呢 是不是神没有同在呢 其实有很多原因的 因为有些人祷告 只是希望神 解决他们的问题 他们需要钱 需要解决 家庭的问题 他们祷告 好像问题还在 他们就觉得 神没有同在 这个是用 后果 这个 祈求的后果 来判断 神是不是去陪伴 这个是错误的 因为 约瑟 被迈去埃及 神与他同在 但他还是要做了 所以 有神同在 不代表没有痛苦 有痛苦 不代表神不爱我们 所以这些人不解了 或者是他们不明白 神的同在 可以带来的平安 其实你问基督徒 有亲近神的 你问他们祷告 有没有平安 轻松啊 他们都会说有的 基本上应该 所有基督徒都有的 都曾经经历过的 但可能有些时候 他们很烦恼 所以他们觉得神很远 这样的话 烦恼去拦阻 他与神的关系 是他的问题 但如果我们相信 这是有烦恼 有烦恼的时候 神也照顾 所以我不需要烦恼 我不需要继续 继续想这些不好的东西 因为很多人 为什么没有与神好的关系 因为他们常常都去 继续想不好的东西 所以里面 很多拦阻啊 打高手 他们的心门不去打开了 所以他们不觉得 神是接近的 但 听见神的基督徒 都知道神陪伴 而且是尽力 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 便知道他去美上 以靠他的人有福了 这是 每个人 每个基督徒 都有神的同战 这个是非常美好 西篇139篇也讲到 就是我去到印尖 神也在那里 无论我去到哪里 有一天 我有想过 这是 逼迫 大灾难 其实圣经说 基督徒是需要经历 大灾难的 有些人 说 大灾难之前被提 其实是没有圣经根据的 我有圣经很清楚的证明 证明是大灾难之后 才被提的 但很多基督徒就说 大灾难之前 已经被提了 我应该就放在 我不知道有没有放在这里 我很详细地分析很多经文 好了 神的陪伴很宝贵 因为任何时间 都有神与我同在 我现在用不同的方法 形容神的存在 刚才我去形容到 在毕波的时候 我用另外一个方法 形容 你有没有一个 你很喜欢的人呢 你喜欢他陪伴你吗 我的太太有些小说 这句话 她是听来的 这句话 她说 最近的距离 去某一个地方是什么呢 最近 的距离是什么呢 是 有些人会想 坐飞机啊 什么方法 但这个答案是什么呢 有 你最喜欢的人陪伴你 你去到什么地方 都很快去到 是不是 有 你喜欢的人一起的时候 你真的很享受 我希望你在世界上 除了神 还有你喜欢的人 我们需要珍惜神给我们的人了 因为神给你的 妻子配偶 你的家人 神给你的礼物 我们珍惜就能够享受 生命不但是享受神 人的同在带来多大的祝福呢 有的 但是不是很大了 不是 是不是每一方面都帮助 不是 但神的同在是每一方面都祝福 因为神的同在会带来平安喜乐 有些 有些 付很多钱去旅行 希望有喜乐 但我曾经去旅行 发觉人在 学上 大部分都去埋怨 有没有 跟这些旅行团啊 他们都说 吃的食物不好啊 吃的食物不好 你留在家中吃了 没什么出来了 吃的那个地方 不如我们所想象 都是很多埋怨的 这去 是不是就喜乐 喜乐的不一定 但有神的同在 我们懂得怎样用心灵 诚实敬拜 必定可以喜乐 我感谢神 自从我圣灵充满之后 我没有经历过 灵性地层 因为我任何时间祷告 马上有喜乐 马上有力量 我希望你们也是这样 常常爱慕神 天父在爱着我 耶稣在爱着我 你去去 现在一分钟 耶稣在爱着我 耶稣陪伴 耶稣安慰 耶稣祝福 耶稣围绕 耶稣啊 你陪伴 耶稣啊 你安保 感谢天父 赞美天父 祷告奉主耶稣 祈祷生命 有没有感受平安 轻松啊 有 这个是可以经历 你越多做 你就越做到 能够越容易做到 你就随时有神的同在 因为 这片道是讲到神的同在 随时与我们同在 提升我们生命 所以我可以用这个方法 让大家明白 神的同在 真的可以祝福的 是非常美好 这句话 我很喜欢啊 我希望你都喜欢 有些是这样的 神与我们同在 这个是事实 他知道是事实 是不是很喜欢啊 有些喜欢啊 但不是特别的喜欢 你想一想 刚才他们预备的晚餐 是不是你喜欢吗 这个我非常喜欢 谢谢你啊 谢谢你们带来的鱼啊 鸡啊 感谢神啊 我们都喜欢 但全能的神 谁是这样平安 喜乐赐给我们 是不是我们应该有 回应啊 我告诉你 神是常常有回应 现在我去讲到 回应神的 也是讲到如何 其实讲到的时候 我不一定跟这个 一二三四五 但我讲的时候 都是讲到 神的陪伴带来的祝福 因为神的陪伴带给我们 比食物更美好的满足 这个满足是食物不能带来的 结婚不能带来的 是神的同在 唯独神能够做的 所以我想到神 神与我们同在 所以这样你说什么 大卫的无应 这样的积学奇妙 是我不能测的 至高是我不能急的 大卫是有反应的人 神对我们很有反应 他因我们欢心喜乐 默然爱我们 我们喜乐而欢呼 哇 他们在听我的道啊 他们在心想我啊 神会欢呼 我都很喜欢这些经文的 啊 神因我喜乐而欢呼 我就很满足 为什么我这么喜欢神呢 因为我没有神的作为 我比较人的作为 我都说这么美好 我的太太是很美好的 但我太太的美好 比较神的美好 万万不能及 所以这个我们就有反应 神对我们有反应 他会喜乐而欢呼 耶稣形容这个时代是什么呢 他们向你吹笛 你不跳舞 向你垂胸 你们不 向你举爱 你们不随胸 垂胸 这是说没有反应 但大卫是很有反应的 人对我说我们要去到耶和华的殿 我就欢喜 你想象 大卫坐在宝座上 人说我们现在去圣殿 哇 很好 很好 这就很开心 这也无论 哈哈哈哈 这也无论是大卫的 这个 你看这个 云云云 这个 这个经文 大卫的回应 他很喜欢 这样的积蓄其妙 不能测 不能明白 为什么全人的神会随时随时随地陪伴我 而且按手在我身上祝福我 为什么神会这样 整天这样做 现在神也是这样做 有没有感受平安 当你听这个道 有没有平安 这个就是神的同在 是神推动我的 这个就是我所讲的 在一边讲到 一边想着神 我一边想着神的同在的美善 所以我讲出来都是神的美善 所以你看我讲神的美善 我可以不停地讲的 哈哈哈哈 但有些人写 就是写一两句 神陪伴我 神在我前后围绕我 都不知道写什么了 我怎么想出来 我用对比 也讲出神这个美善 也讲出大卫的呼应 也讲出我们经历 神的呼应 有没有呼应神 我想问你 如果有人带你去吃东西 去很好的东西 吃了去 正问全 问船 泡温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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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很喜欢 但全能的神陪伴我 会不会很喜欢呢 这个经文实在是非常奇妙 所以我将这个经文配在一首歌 你在我前后围绕我 安守在我身上 你永远前臂 服侍我 我感谢你 我享受你 哈利路亚 我希望我们 你这样讲到 会众都会享受神的同在 因为你在享受 我们带领敬拜也是这样 你在享受神 你做出神的美善 人都跟着你一起享受神的同在 你就是不断去 占选神的荣耀 不断去讲出神的荣耀 你是让神的荣耀降临在中间 让神的同在 降临在我们中间 哈利路亚 神的恩典 然后 上面的经文 诗篇145篇18节 凡求告耶和华的 这是诚心求告他的 耶和华便与他们相敬 他必定与你相敬 你求告神的 我求告你 我亲近你 我需要你 我刚才我说 我求告你 我感受能力进入 我也感受喜乐 神是必定回应 我就抓住这个应许 神应许 我放心 神做事 我放心 这是神给我的 信心的教导 信心是什么 神应许 我放心 放心 就说 神必定 照他的应许 说的 神做事 我放心 所以 我知道 我诚心求告神 他必定与我相信 然后 藏在他里面的 他也藏在我们里面 我们就剁 这些果子了 他在我们里面 他的寿命 就发挥出来 因为他的寿命 是充满能力 恩典的 他是无所不能的 他的生命 就占选出来 他的生命 占选出来 我们就里面 就有一种能力 流露出来 就多结果子了 这是 这个是我 解释这个经文 因为为什么 他藏在我们里面 我们就结果子了 因为神的生命 就是有力量的 有生命 他是生命的源头 所以他在我们里面 这个生命的源头 就接触果子 这三个经文 讲到神的美善 真的非常的美善 真的非常的美好 他陪伴我们 安守在我们身上 祝福我们 是我们不能想象的 为什么全能的神 会这样陪伴我们 我们诚心求告 他必定与我们相近 我藏在他里面 他也必定藏在我里面 他必定 我们一起宣告 好不好 现在神必定在我里面 叫我多结果子 哈利路亚 他必定产生果子了 所以我们就说 神的这么美好 这么美好 这么美好 刚才我讲 这个神的属性和恩典 然后警告 但有时候听到 这些经文都没有反应 我祷告 神都没有将钱给我 我祷告 神都没有将老婆给我 我祷告 神也没有将孩子给我 所以他们就用这些 凉读神的恩典 他们不会看神 在他们身上的作为 怎样拯救他们 改变他们的生命 陪伴他们 加他们力量 他们没有看到这些 他们也没有看到 很多地方 神的确有福气 神的确有福气 寄给我们的 但他们没有看到 就没有想到 但我们细想的时候 就想到 我细想没样 我所尽力都是恩典 所以我常常都想到 神的恩典 我常常觉得 神很大的祝福 如果我要看着 我们什么地方 不顺利 还有的 但有些人就是 但大家看着 是不顺利 就觉得很苦 很苦了 但如果我们 属上神的恩典 就会说 我真是有福的人 所以如果有人 但是看到 自己没有的东西 他就会越来越苦 你想不想 越来越苦了 但有些人的生命 就是苦 我认识 有人是这样的 未结婚 很想结婚 就很苦了 结了婚 老公 与他有好的沟通 他也很苦了 后来老公死了 没有老公 他也很苦了 所以没有结婚 他苦 结了婚又苦 老公死了 也苦 整个生命都是苦 你有没有认识 这样的人 没有结婚 很不开心 结婚还是吵架 然后有一天 丈夫离开了 又很痛苦 这个就是因为 都是属上 没有的东西 但如果我们 属上有的东西 实在很多很多 我们就会感恩 因为很多人 都是属上不好 所以他们没有看到 神的美善 只是看不好的东西 所以就埋怨了 好的 如何 首先我们需要 处理垃圾了 有些这是 不看重神的统战 觉得这是必然的 神连到人当中 是必然的 应奋的 他是神的 他应该的 他能够做的 他是万王就王 无所不在 所以他必定能够做的 没有想到 神可以抗拒人的 可以将人放在地狱里 那里 他就离开神所有的恩典 神没有这样做 所以我们就说 神啊 我要看到你的同在 是恩典 不是必然的 是恩典的 然后我们对神有抗拒 有些人说 去教堂就不喜欢 真的有基督徒 是这样的 很闷啊 而且你看他的动作 就知道了 听到怎么样了 恩 就睡觉了 他以为他是很聪明 以为很聪明 因为 我算用时间了 人人听到 我就睡觉 很聪明啊 但其实他对神没有心 所以没有力量 如果我们有这种心态 觉得 父亲 你们说吗 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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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句说 不是 父亲 父亲 这好像 每个名字 可以吗 教育 应付 应付的意思 应付 这是应付神 你要去教堂 我就去教堂了 去做一做了 这个就觉得 我已经做了很美好的事了 我已经来教堂了 耶稣 我已经很大的功劳了 已经 但这个的确是错误 这些错误思想需要处理 然后 我们需要 思想明白 从圣经明白 这个恩典 神的同在 我们可以从 圣经里面很多人的经历 摩西上 西乃山 下来 面貌 发光 然后 大卫有 神的同在 他常常都说到 要占染 神的荣耀 他能够看到 神的荣耀 他 他说 我这样 耶稣 常摆在我面前 因他在我右边 我便不去摇动 因此 我的心 欢喜 我的灵快乐 我的肉身 也要 黯然 居住 他的心 欢喜 他的灵快乐 肉身 也黯然 居住 他习惯 亲近神 所以他知道 美上 所以我们从圣经看到 这些亲近神的人 他们的美 他们的美好的生命 撒母尔 有一群 先知门徒 跟随他 他们有神的同在 在这个 撒母尔记 十一章 和十九章 他们在 不停地 受音乐 应该是 赞美主 不停地 受感受话 然后扫罗 去到他们中间 就马上被 圣灵感动 马上变为新人 这个就是 神的同在 从圣经明白 神的同在的 美善 然后 亲近神 无论 人去到什么程度 有些人说 很难啊 你有很长的经验 他们说 我没有这个经验 所以这个太难了 他们觉得 他们觉得很难 他们觉得 神不会这么快回应我 但我告诉你 每一个神都回应 但有些人经历更多 有些人经历比较少 但今天少 你敬拜神 默想圣经的花语 默想 神的花语 赞美主 听世歌 赞美耶和王 我的心 我的心 平安 你继续 思想神的话语 你也会有平安 你就开始 进入这个 神的同在 你越来越 静静 就越来越平安 越来越 有力量 越来越 从神得利 好了 实际上 怎样说了 实际上 将亲近神 看为 非常重要 其实 你问我 亲近神 跟服侍神 哪一样重要 亲近神是第一 因为没有亲近神 不能服侍神 所以亲近神是第一 然后才 侍奉神 我们就亲近神 得利 每一天都有时间 而且做什么事情 都一边赞美主 整天赞美主 我都有这个习惯了 刚才你写这个 讲章的时候 我就在这 就很平安 这个就是 一些方法 实际的方法 另外是 有被人影响的时候 怎么办 被人影响的时候 是人的问题 我不要放在心上 人的罪 人的吵架 是他的问题 我不要放在心上 人不能 惩夺神的福气 我就是在神里面 有平安 有喜乐 我就是依靠神 从神有力量 这样的话 就是有人吵架 我不被影响 里面总是平稳 安静 这样的话 我就有力量了 我就多借果子了 后果是怎么样了 他的按手 在我身上 就有祝福了 我就多借果子 我的生命 就这样显出来了 希望这篇信息 能够帮助 鼓励你们 亲近神 你多亲近神 你来教堂 都亲近神的话 来的人就 尽力神的平安 喜乐 我告诉你 在我们在香港的 聚会里面 人来到 很多都尽力喜乐 我们祷告 他都很平安 很喜乐 都享受 都享受 这个时间 这样的话 这个教会就 吸引人 来 是的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